大家好 歡迎回原石咖啡 我是俊圓 那我們今天又來到宜蘭的GK咖啡 歡迎Gary 嗨 大家好 我是Gary 每次來到GK咖啡就是有特別的東西要介紹給大家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是什麼咖啡呢 今天幫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翡翠莊嚴的黑鏢藝劑 很厲害喔 那細節我們等一下慢慢來介紹 我想大家會很好奇這支咖啡應該怎麼沖 還有喝起來是什麼味道 好 我們先請Gary來沖一壺 讓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好 我今天用V60 參數是20克的粉 80度的水溫加60克的水 這支豆子很棒喔 待會可以回沖喝滴水 那我會希望說它能夠出來更多的味道 所以我們這支時間會抓到45秒 接下來會用95度的水溫 然後 再下60克的水讓總水量到120 好 比較高的水溫可以把它 更豐富的酸質跟香氣把它萃取出來 然後再讓它還沒滴完1分10秒的時候再補 第二段的60克 讓總水量到180 好 分成蔥 前面出來的花香現在我已經聞到剛剛出來的那個那種帶莓果類的香氣 然後最後回到一開始80度的這一支水 好 1分45差不多低往這等到1分50秒 然後因為 後面時間已經比較長了 所以 就可以用比較低的水溫 因為它的花香很棒 這一段 我會下到315 沒關係 一樣很好喝 我會抓到310所以1比15.5 會是 我從這支豆子覺得它的一個 鹹感花香 口感 平衡度比較好的地方 1比15會有一點 擠了一點 然後多了這0.5就多這10公克 可以讓 這一支豆子的平衡感變得更好 然後呢 這一段我最後讓它全部滴完了之後我都準備了一支壺 這一支壺 我們來 喝底水 這支很妙他在喝底水的時候呢會有很豐富的 咖啡花香 如果說你們路過一些咖啡廳有種咖啡樹 然後他也有開花的時候去聞一聞 這就是 咖啡花的味道 那 最後的這一個 二蔥的水呢 我們可以選擇用80度也可以選擇用95度就已經沒關係了 這時候我們就看我們剩下的湖裡面的水還有多少 這時候直接一股腦的 往十里倒就好 這個動作可以重錄三次 然後 這三次的味道其實都會不一樣 他越後面他會越 剩下花香跟帶一點點那一種 檸檬皮的味道 好 那今年我們先來聞一下他的思香氣 這個是 經典的 翡翠莊園一季的味道 但是他的果香跟花香又有在更 加強的感覺 我們咖啡人一直在追求所謂的 最純粹的一季的味道 其實 就是這個味道 我們在 十幾年前 20年前在2004年一季剛出現的時候 那時候全世界都在封一季 就是巴拿馬翡翠莊園 第一次讓世人知道 原來咖啡有這樣的一個品種 原來咖啡不是只有苦 不是只有巧克力 可以有豐富的花香跟果香 就是這個味道 所以一定要喝看看 好那這個第一段晚了 我會再下第二段 可以選擇這種風味品鑑杯 就是他有 翻口跟收口的 他可以讓 咖啡 一支咖啡有兩個風味的 的那個解析 翻口的這一邊 我們在入口的時候他會比較集中在舌 跟舌頭的中央 所以會感受到更多的花香以及 那個酸甜感 另外一邊呢是收口的 收口的這一邊他會比較往兩邊擴散 所以我們會感受到更多的口感 魚韻 我們開始喝了 好那我就先到 第一杯給菌緣 好謝謝 你這個杯子有兩側嗎 對 建議從哪一邊開始 我會建議從翻口開始喝 因為翻口他會感受到更多的 香氣跟酸質 茉莉花 柑橘 佛手乾 然後他還有帶一個那種類似 紅糖的那種糖果類的甜感 那我現在把它翻到另外一面 整個甜感渾厚上來了 而且是那種帶 蜜糖感覺的花香 的一個味道 剛才 第一邊的話我喝到了 很豐富的 花果香味 那有 柑橘類的這種 酸酸的味道 那花香這個很 順的這一種 像茉莉花的味道 那我還喝到一個有點像 洛神花的 的一個感覺 喝起來其實整體口感是 是清爽的 輕盈的 可是他的甜度 又很飽滿 很飽滿 對 這一邊你可以喝看看他這個 滴水 咖啡花茶 對這個花茶 因為咖啡花可能一般人 比較沒有那個 概念 其實我剛好最近有喝到一些像 桂花茶 我覺得有點類似那種感覺 對就是花茶 那其實他就是很 很清爽 然後 香氣 香氣很棒 但是就不會這個可能甜度上面沒有那麼高 但反而更可以去清楚的感覺到他的花香 因為甜都在 一開始 沖出來的地方 然後你們還可以做一個玩法就是說 這個 尾段的水 加一點點 不要太多到 一開始的 裡面 就這樣就好 不用太多 你就把它當作是by puff 然後他可以讓你 更簡單的去感受到 這一支豆子的花香 還有那種檸檬酸質 蜂蜜的甜感也出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 因為他的風味道層次太多太豐富 所以我們一入口的時候往往都會 去抓到他 最明顯的味道 那 至於像花香這種比較細膩的東西很多時候是必須要把它bypass 把它拉開來我們會比較容易喝到 首先我使用的豆子的重量是20公克 那我這次的話我有分15公克跟20公克的兩種包裝 因為有些人是習慣充15-16克 很多人是習慣充20克所以我這次有分兩個包裝 那20公克呢我在萃取的時候我自己本身喜歡喝1-15的粉水筆 因為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比較平衡的但是因為這支 咖啡它的風味又特別的突出特別的飽滿 所以甚至可以拉到1-16都沒有關係 那 所以說我就最後 我做了很多參數 包含我自己常用的Zero Japan 我也有人來吹這支咖啡 可是我用Zero Japan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問題點就是說 太飽滿了 甜度太多了 反而讓花香呈現不出來 或者應該講說 該有的花香被填感蓋掉 所以我最後又回到 大家最熟悉的V60 那回到V60了之後他的這一個 花香 基本就回來了酸子也出來了 那我要做的讓V60的填感增加就是把 萃取的段數把它變多 所以 悶蒸 第一段萃取 第二段萃取再加上第三對取 所以說這個算起來一共等於 分了四段萃取 那這也剛好就是很符合 破古的老師寫的四六法 悶蒸跟前面的兩段萃取 然後最後去抓他的一個 平衡感 對我一段是抓平衡感 所以我悶蒸是用 我手喜歡的 80度的水溫去悶蒸 用60克的水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參數可以讓絕大部分的人在悶蒸的時候是比較容易操作到的 1比3 的粉水筆 因為 我這個人煮咖啡我比較隨性 1比2跟1比1我可能有一些粉都還是乾的 所以我才會用 1比3的這個粉水筆 可以確保 我裡面的每一粒咖啡粉都有吃到水 那因為用比較低的水溫 我又希望說他能夠 後面再萃取出更 多的物質 出來所以我悶蒸時間會拉到45秒 拉到45秒之後呢 用95度的水溫做萃取 可以 可以更大限度把我前面悶蒸的物質把它整個拉出來 因為水溫比較高 然後同時我們也不用擔心說 因為水溫太高 而讓咖啡過脆 為什麼因為我前面的溫度比較低 所以95度進來的時候呢 他混在一起的水溫 其實 還不會超過90度 大概就86到87度左右 有興趣可以溫度計插下去測 好 那 這兩段95度萃完的時候呢 整體的時間大概到了1分40秒 那這個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已經萃取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才準備住第3次的水 所以我最後的這一段水 我再回到一開始 80度的水溫 我一口氣 下到310克 就變成粉水筆是 1比15.5 的一個粉水筆 今天是大概拉到1比16了 但是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尾段水 非常的棒 尾段水有很豐富的花香 可以把味道把它撐開來 然後也不用擔心有一些過度萃取的味道 然後以上是我整體的 萃取概念 總萃取時間大概可以拉到3分鐘 都沒關係就是讓它全部滴完 研磨刻入我剛剛是用 EK43 咖啡刀 刻度9.5 大概是 C40的刻度20 M47的刻度35 小富士的2.5 我想趁這個機會 請Gary幫我們介紹一下 異季咖啡的故事 好 異季咖啡 我們就要從最源頭 從 伊索比亞 在 異季山的這個異季森林裡面 1931年他們有找到這個品種 然後呢 他就因為就是有那種咖啡實驗室 世界咖啡實驗室 在富裕咖啡以及再找一些比較能夠抗夜秀病 抗病蟲害的咖啡 可以在高海拔種植風味也不錯的 他就到了肯亞 然後輾轉再到 各式大迪迦之後再到了巴拿馬的 唐帕奇莊園 有了這個品種然後他們在種植的時候呢 再輾轉 到 翡翠莊園 種植這個咖啡 那 翡翠莊園的第2代莊園族Peterson他有發現說自己家的咖啡有一個味道 很棒 當這個味道棒的時候呢他們在比賽的名詞會比較前面 所以他就花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花了3年的時間 最後在 哈拉米歐的這個產區的旁邊的 仿風鈴 的樹下 找到了這個品種 好這個故事大家上網應該都查得到 然後我印象中是有3個品種 這3個品種再去找找到的藝劑原來就是 這一隻 這個品種多 他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味道 然後他再把這個品種再把它存化 在2004年的 BOP 比賽的時候 讓全世界的人都發現說 咖啡不是只有可可 而且可以有花香 有柑橘有豐富的水果的味道 所以2004年他破天荒的 拿到了冠軍 而且也破天荒的在 國際競標拿到了世界紀錄的價格 然後不是只有這樣喔 05年 也是他拿冠軍 06年也是他拿冠軍 07年我印象中是被另外一個莊園拿走了 然後 08、09、10 我沒記錯的話又是翡翠莊園 又拿冠軍 他 這個品種 拿冠軍拿到 最後大家都只用這個品種去比賽 比到呢 BOP說好啦你們藝劑 自己 自己去比自己藝劑 然後我們其他的 傳統的品種做一個組別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的BOP 會有分藝劑組跟傳統組 那一級組也有分隨期組跟日賽組也是 因為現在參加的組別越來越多了 然後在2004年到現在今年2024年已經經過了20年了 所以也是 有一點紀念 意技 創立20年所以今年的 翡翠莊園他們在獨立競標的時候就是有出一個 P次20號的一個紀念P次標金也是非常非常的貴 我印象中 一公斤好像是7600塊美金 那是不是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翡翠莊園有什麼產品 那這個黑標 大概他的定位又是在什麼地方 我先從我們大家最熟悉的藍標開始來講 藍標預計 它 是寫GASHA 1500 代表就是說在 種植海拔大概在1500上下的 翡翠莊園的預計 他就叫GASHA 1500 那他的貼紙是藍色的 那就是他們最 一般的 就是 普遍大眾在販售的 那也就是過去幾年我們常喝到的 藍標預計 就是這個東西 那 這兩三年大概看不到藍標預計了 因為他們把這一塊的產品線切出去給另外一個叫 巨石莊園 來做 一個 產品販售 那現在翡翠莊園就只剩 綠標紅標 那 黑標是今年才有的 那 綠標叫 Private collection 就是他們的 市場的批刺 那 紅標叫special 所以說 我們會發現說綠標跟紅標它的產區 以及海拔 其實是 會重疊的 那今天的這個黑標是來自 Kanax的這一邊 那其實翡翠在這幾個莊園呢 因為我們知道它山很高嘛 所以海拔有分很多 所以說綠標跟紅標 絕大部分普遍的海拔是落在1600到1800之間 然後 它的競標我們有時候都會覺得說 競標的很多細節的味道會比紅標還要來得更好 為什麼因為 氣候變遷以及他們一直有在往更高的海拔上面去種 所以說 比如說 在 我的這個黑標就是nano批刺上面它會有寫 會有寫它的這個的種植海拔在1900公尺 但實際上的這個海拔 它是有超過2000的 它有做一些 它會有一些批刺的編號 這邊 可以看得到 4FC-n 然後叫Gigante Gigante這個東西我把它翻譯叫巨神兵 就是巨人的意思 然後 4 代表說它是第四次採收 F代表說是低溫發酵 F然後再來C 叫做 會有一個低溫的溫控的 乾燥 然後N是代表說 在棚架上乾燥 不是natural 是棚架上乾燥 那處理法叫washed 是水洗的 這支是純水洗 那處理法就會在這邊黑色的這邊 它會有標示出來 謝謝翡翠幫我把那個我店的logo把它放上去 所以說 這個黑標就是 量非常的少 然後 這一批它全年 就只有8公斤的 採收量 全部只有8公斤 那它這8公斤的採收 他就有來問我說希望說我能夠 我要不要這一支豆子 因為他也知道說我在COVID review 的成績也是不錯 那我就說 好啊不錯啊 你如果這支豆子可以給我 我就來送COVID review 然後運氣不錯的 讓我拿到了97分的分數 然後同時也是今年最高的分數 因為也謝謝俊遠今天來拍 所以我今天可以直接開箱讓大家看 這個裡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他們真的也是蠻用心的 所以 我在收到這個東西了之後呢 我也為了他們去做他們NANO專屬的一個 豆袋 專門裝他們的 他是這樣子打開了之後 會有一個 很浮誇的 NANO的袋子 超浮誇的 然後呢 這個就是黑色的所以我們就叫他叫黑標 今天如果說我們拿到的是紅標 他這一張是紅色的 綠標這張是綠色的 藍標這張是藍色的 那競標他也會是用紅色來做標示 之所以有黑標也是 因為這個批次 非常的好 但是他又不夠去做國際競標 所以說 他才會獨立做一個這樣子的黑標出來做販售 所以說黑標呢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競標等級的東西 但是因為他沒有量 他沒有辦法做競標 GIGANTE的這個批次呢其實是 翡翠莊園他們今年競標 扣除掉 20的那個 紀念拼次以外 他的標金是最貴的 2310塊美金 1公斤 這支豆子呢跟競標的那一批比呢 競標的應該是比他還要早採收 所以量會比較多 應該是 第2批次 喝起來的感覺上就是說 這一批他的扎實度更夠 填感更多 那 競標的那一批呢他其實花香是比這支還要多的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 大概的判斷說這個是 比較厚彩所以他 豆子在樹上的時間也比較久 甜度也會比較高但是相對的他的 花香那一塊就沒有競標的那一支 來的高 今天非常感謝Garry幫我們非常詳細的介紹了這一支 很特殊的翡翠莊園的黑標 那這個批次是這個 GK這邊的算專屬批次 所以如果你要喝的話就要來到GK咖啡 或者是在網路上你也可以買咖啡豆回去 那照剛才我們開頭介紹的沖法 也可以在家裡 複製 這杯咖啡 邀請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可以來到宜蘭的GK 來喝咖啡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落咖啡的 以及咖啡的 然後